好 要先跟觀眾道歉一下 前一段說很騷腦 這一段更騷腦 我們來看一下高端的狀況 82%遭到退貨 這是中時的報導 高端的疫苗產量品質堪憂 到底怎麼回事 補健的食藥署告訴大家 一二期臨床採取2L製程 擴大把它變成50L的製程 結果三批貨裡面有兩批被打槍 新聞就寫打槍 不知道為什麼中時會用打槍 等於說換算下來是82%被退貨 後來更高階的200L製程的時候 四批全部通通都不行 這樣有聽懂 沒有聽懂沒關係 總之就是82%被退貨 食藥署告訴大家 證實退貨了 本來還說是謠言 沒有這事情 後來證明說有 有退貨 他說在高端補交完資料之後 可以證明安全性跟有效性 所以前面不良率沒有關係 反正這兩批的產品絕對不會 就沒有所謂的不良的 絕對不會讓它去讓大家打到 就是不良率 這就是不良率 但是後來可能因為大家炸鍋了 他又補充說不良率不代表不合格 搞不好是更好 所以他不是不良率 那82%是更良率 仔細聽 我不是罵髒話 是更良率 我沒有講髒話 學長你偽翰不要誤會 更良率 不代表不合格 搞不好是更好 這是繩之又繩 旋之又旋 大家有沒有突然比上一段 稍微腦筋比較清醒 沒有那麼想要睡覺了 那這個總統有告訴大家 這個網路的民調 有百分之八十 六十八的人 怎麼電腦 太激動了 一定不會打高端 然後我比較妙的是 可能會打高端的百分之六點五 一定會打高端的十六點八 我希望做民調 把這些人名字寫出來 交給高端 就高端可以優先打他們 韋翰你怎麼看這事情 其實我覺得 因為高端從頭到尾 他沒有按照國際的標準 去做這事情 會讓民眾越來越不相信他 包含了食藥署的這個 其實已經是大概四天前的時候 大家都在講 我有看到那一張 有沒有 那凱翔也貼了 然後國民黨也開了記者會了 你有幾批 六月十號才開解謊記者會 六月四號就交九萬 大家會覺得這十三號也怪怪的 你應該是已經確定 讓他已經通過EUA了以後 才去量產 要不然量產都要錢 我就問一句話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他中間可能有一些 商業的合約問題 你要他去生產五十幾萬劑 那我們國家要付錢 你那五十幾萬劑後來被退了 百分之八十二都被退了 那你雖然被退了 你這個錢是就扣回來 還是說你還是要他交貨的時候 就要給錢 這一點很奇怪 你為什麼會再沒有確定給他通過EUA 因為通過EUA是這幾天的事情 但是問題是六月十號是解謀 可是六月十號解謀記者會 之前六月四號就已經交九萬劑了 照著你做就對了 那這不就是偷做嗎 這很奇怪 你應該是過了以後 我們已經整個品管也測試了 然後也交給這個包含食藥署 你今天就算做一碗泡麵 你應該全部都弄好以後 核准可以生產了 你才量產 你五十幾萬不算量產 五十幾萬也不少 你還沒有確定這個東西可以做之前 其實不只是高端 之前有台有派到聯亞 也有那個車 都這樣整批二十幾萬劑都已經做了 後來有人去聯亞講說 如果我們不先開始做的話 到時候八月 九月怎麼交貨 因為五月二十八就已經簽約了有沒有 五二八不是各簽 各五百萬嗎 所以我們的這個國產疫苗 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是會讓大家質疑的 第二個就是 他說使用的國際標準 我之前也跟大家講 蔡總統的臉書的國際兩個字拿掉了 他就寫說用嚴格標準 那現在倒回來看 那你要嚴格標準 國際也不管好了 那這樣看起來就不嚴格 你過程當中的不良率是82% 但是問題是 他說他只是沒有符合我們那個範圍 或許更高或更低 我覺得這個不用打馬虎眼 我覺得吳秀梅說 你就告訴大家為什麼被剔除 他更好的原因是什麼 而且現在目前為止 而且如果他更好 為什麼不讓我們打 所以我就是快要看 所以陳志龍部長快要讓我們打了 已經不是說八月初 就可以開始施打了嗎 這邊哪 這邊6.5%跟16.8% 今天7月23了 我再一次跟大家講 我每次講這個時候 大家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定會有人跑去打高端的 一定會有 那些人 你找一個我看看 我們身邊認識的 黃岳穗老師就說要去打 你認識喔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我不願意講他名字的人 他也說他要打 對不對 幾個字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但是這些人說要打高端 是因為高端是被認證 他是一個很好的疫苗 就像BNT 然後美國的前總統跟現總統都打 所以你覺得不錯 然後他的數據有94 防護力很高 你要打嗎 不是 他是為了一些政治理由 因為他去罵別人說 你為什麼國民黨的這些 所謂的高官 你得了癌症 那你又去打了AZ 然後又怎麼樣 你要去罵這些人的同時 所以你就要去凸顯說 我要打高端 我才有資格罵這些人不愛台灣 但是我必須把話倒回來 打高端或打聯亞 不管他們兩個叫不叫國產 跟愛台灣有什麼關聯 對不對 這樣子現在目前蘇貞昌跟陳忠 不是也已經打了AZ嗎 這兩個人不愛台灣 需要打的時候就應該要打 蔡總統到現在為止都還是沒有打 我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再講一次 基本上根本就不符合那個原則 因為我們已經打到25%了 他不要跟醫護人員搶是沒錯 其他國家元首也不會等 已經打到這種程度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總統副總統都因為政治理由 堅持不打可用有效的疫苗 我們現在手上有沒有莫德納跟AZ 有 但他不打 他要等高端 這個就是政治理由 這就不是醫學的考量了 我要問阿輝斯之前 我們要唸一下高端他們的說法 至少要達到平衡 媒體的預測有關生產良率 以及每一批產能等數字 全然錯誤 但是他也沒告訴大家 那到底錯在哪 他也沒有講 這是不實的訊息 意圖影響國人對國產疫苗的信心 大家聽到國產說 你哪來國是國產 哪一國 你也不是你頂多只能叫私人企業 阿輝斯你怎麼看 對 這個當然很多網友 對這個名詞上面是非常的計較 但我非常期待等到高端 他列入唐豐的那個 意願調查的平台的時候 看看單溝高端的有多少人 因為PTT有明明是這個 萬人響應三人到場 到時候那個數字 如果不要作假的話 我很想看看只打高端 我堅持打高端的人 全國2300萬人到底有多少 因為耀州你剛剛講的 跟韋翰分析這個 基本上是個鬧劇 鬧劇 高端這個事情 我實在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希望這個鬧劇 不要變成悲劇 觀眾們 你看 這是我們的指揮官 在立法院公開講說 復必泰是中國代工的 指揮官親自的說謊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香港之前 他們在打復必泰的時候 他這個紫色是蓋子 中間有個黑色的橡皮 他出問題是銀色的這一圈出問題 請大家不要看這裡 請你看上面 他哪一個字寫復必泰 他這瓶子上面哪一個字寫復必泰 我看不太懂 英文不好 我中文也不好 所以這個根本不是問題 觀眾們你要去想 哪一個方法可以最快的讓我們離開 脫離這個疫情的尼納 這個答案絕對不是剛剛講的高端 也不會是莫德納 也不會是AZ 最快最簡單可以一次解決 讓大家覆蓋率能夠提升 然後最快的疫苗能夠到貨的 就是上海復興 如果他現在手上有3000萬現貨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在那標籤上面 去打賺 我們就應該跟蔡政府講說 我就是要打這個 媒體的民調之前也都做了 我們TBBS民調也做了 大家想要打BNT 你為什麼不進來 我們不能再讓蔡英文跟民進黨 還有獨派的意識形態 再害我們 要做這個是 這是迫害 這個不行 你一定要標籤 你就要慢慢來 一跟你講九月底 現在才七月底 你跟我講九月底 還要再等兩個月 對不對 尾翰的算法我同意 你單攻莫德納可能等不到 那我總可以等BNT 你BNT買了1500萬劑 然後大家都說謝謝了 就不要再去糾結那些 政治上的問題 人家願意賣我們 我們也買了 那你應該用最快的速度 把線後弄進來 怎麼會都已經承認大中華區的 然後你在標籤上面做 意識形態工房說 不行 你寫復必代 寫復必代上個字是這樣 是疫苗壞掉嗎 還是疫苗變不好 沒有 是誰在阻礙我們提早解封的 是誰讓老百姓繼續三級警戒的 是蔡英文你錯誤的決策 你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跟什麼保持我們的 我們的主體性不是這樣看的 我們今天很多東西 都是在大中華區的框架之下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好 這個別扭或是尷尬的 本來兩岸依照兩岸的憲法 兩岸是同一個國家 只是這個國家是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人民國國 他也許有考量 有爭論的空間 但是要做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在疫情這個節骨院 我認為去考量那些是250 不應該考量那些 應該是用最快的時間 把疫苗載回來 讓大家普遍去施打 這個才是總統應該做的 這個學長我想請教一下 簡單的問一下 你對於說 譬如說我們很多機密資料 都不能公開 好不容易被揭露出來的 又告訴你說你看不懂 你不專業 你這個不清楚 你怎麼看這一點 沒有 這當然是要專業的解讀 但是顯然裡面有吹哨者 不管是高端或是食藥署裡面 有人看不下去 才把資料丟出來 丟出來的資料 他白紙黑字他也沒辦法否認 其實要說我認為這些東西 如果有涉及圖利的話 這是有法律文章圖利的話 其實檢調應該發動偵辦 這個基本上 你要嘛就是圖利 台中制衛條例的圖利罪 要嘛就是洩密 到底哪一個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的司法都民進 歡迎現在是民進黨在開的 期待檢調出手是不切實際的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